Hello, 大家好, 就來到Easter了, 首先祝大家復活節快樂 這個Easter大家就會開心一點, 因為不用再stay at home 因為lockdown的規例放寬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出去戶外的地方去見朋友 因為英國是一個很重視基督教傳統的國家, 所以除了聖誕節之外 Easter就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但你要留意, 因為每年的Easter都是不同的日子 因為它是跟猶太力法, 和音力, 計月亮月圓的力法來計算 所以就不像Christmas這樣fixed 在12月25日 Easter通常都是四月頭、四月中這些日子, 但沒有fixed的日子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因為有兩天bank holiday 不過Easter就沒有去到Christmas的bank holiday這麼誇張 就是如果Christmas就停了所有公共交通 Easter就未至於的, 都還會開的, 但可能班次會疏一點 大家要留意, 還有那些店舖日子都會有變化, 營業時間 不過現在的Basic那些, 有些Norning Sensual的店舖都還未開 所以都沒有太大關係, 今次就 Anyway, 今天其實都想跟大家說少少有關於Easter 究竟英國如何慶祝, 有什麼傳統習俗 希望跟大家分享多少少的, 那我們去片吧 好了, 首先想跟大家介紹兩樣跟Easter有關的食物 他們都是用差不多的材料造成的 第一個就是Hot Cross Buns, 十字包 應該在香港都可以買的 因為英國有一首很有名的兒歌叫做Hot Cross Buns 其實就是形容十字包 十字包其實就是一個香料有乾果的麵包 然後上面畫了一個十字 這個就是基督教國家以前為了紀念耶穌釘十架 來做成的一個麵包 因為在大齋期或者禦虎期 至到耶穌受難節那幾天的時間 其實他們就會吃麵包 所以他們為了紀念耶穌釘十架 所以就索性做了一個十字包 有十字畫下去的麵包 就是為了紀念耶穌 所以這就是基督教國家 歐洲也有一些十字包 而第二個就是叫Steam Nail Cake Steam Nail Cake 可能大家未必很清楚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有香料的蛋糕 類似這樣的東西 它最大的特點就是上面有一些杏仁糕 那杏仁糕就會做到一個個球 這樣做裝飾的上面 通常他們每一個蛋糕 這個Steam Nail Cake 每一個蛋糕上面都有十一個杏仁糕 那這十一個杏仁糕就是紀念 這個跟耶穌的十一個門徒 除了猶帶出賣耶穌那個 因為通常說十二個門徒 但是它只有十一個 因為不算耶穌那個猶帶 所以就有十一個杏仁糕的球 就放在上面做裝飾 其實也是在紀念耶穌釘十架這件事 那這些聖節的食物其實是英國很多 但是其實這些無論是Christmas還是Easter 那些食物一定會有的材料就是乾果和香料 所以我個人不是非常喜歡吃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會很愛的 那這些就很因人而異 那另外我想說的就是有關於活動的東西 就是Easter有什麼活動呢 那其實呢 Easter最主要大家一定會說的就是找復活蛋 那復活蛋就衍生到一些朱古力的禮盒 其實都衍生了這些東西出來的 那超級市場就有很多這些復活節的禮盒 那就由便宜到一磅至到貴有十磅都有的 那它也都會有一些Easter egg hunt的 kit 那找復活蛋它會有一些禮盒給你 那你就可以給你的家庭去玩這些找復活蛋的活動 那你買回去呢 那在Easter那天就會把這些復活蛋分散在家裡不同的角落 或者在家庭那樣 那你放在一些花園那裡 那如果好天的話就會叫那些小朋友出去找蛋的 那為什麼會有找蛋這個活動呢 其實就是因為蛋本身是有一些風盛啊 蟲生的意思嘛 生命的意思嘛 那所以呢 那如果那些小朋友乖的話 那些Easter bunny 相傳就會在Easter的時候就會給那些蛋的小朋友的 那這個呢 就是代表帶來一些好運 一些好的意思嘛 那所以呢 就是這樣解釋的 那一路就傳到現在 那以前就是用雞蛋啦 真的雞蛋啦 那現在就用朱古力蛋這樣咯 那除了這個找復活蛋 Egg Hunt之外呢 還有呢 還有呢 有復活蛋的這個 Egg Painting 那這個 Egg Painting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呢 都是差不多的東西來的 那但是呢 他們就買一些復活蛋回來油這樣咯 那其實呢 那以前呢 那些人呢 真的會用一些真蛋買回來油的 那但是呢 就是現在就不會這麼做的了 現在就會買一些復活蛋啦 或者呢 是會買一些的 他們叫做Decorate Your Egg Kit 那樣的東西 那就是呢 你買一些的 就是薑餅做的蛋 那樣 就是其實是一個蛋的形狀的薑餅人 那你買回來呢 它也會有一些裝飾 就是都是一些東西吃它的糖粉 那樣 那給你撕啊 給你去裝飾啊 那樣的而已 那就演變了現在是這樣咯 那這個就是 就是油浮的蛋啦 那樣的 那還有呢 我也想介紹三個呢 就是 就是在Easter 期間呢 是會跳的舞步 就是 這裏比較傳統的民族舞蹈 那其中兩個呢 就叫做Maple Dancing 和Morris Dancing 那這兩本舞蹈呢 其實都是 跟 這個 這個 春天 慶祝風修 有關係的 這些舞蹈 那他們都是在村莊那裡跳 那第三個呢 就比較特別的 就叫做 Nutters Dance 那Nutters Dance 那Nutters Dance 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呢 就是以前呢 就是在幾百年前呢 就是主要是 英國都是主要做礦業的嘛 那當時呢 就是 有一些 在Lancaster 有一個地方叫 Buckup 那裏呢 就會有一些的 就是礦工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 就在這些坑裡面 就是挖完東西呢 就出來跳舞 那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 就是 流傳到現在啦 那你會看到呢 在Buckup這個地方呢 就依然呢 會有一些 就是 本身他不是黑人來的 但是呢 他的臉就油到 好像整個礦工那樣 那麼黑 來到去表演的 那就是 在Easter 期間呢 就在Buckup這個地方呢 就一直跳舞 跳七個米爾那麽多的 那這個就是 他那裏傳統舞蹈啦 那不過呢 最近呢 近這幾年呢 其實就有很多 例如 Black Lives Matters 這些的 黑人平權 這些的 campaign 那樣 那所以呢 就惹來了一些爭議的 那 看看現在 不知道 他們會不會繼續 遊客自己的臉 這個方式來去跳舞啦 那樣 那你也可以去這個 Lancaster那邊 去看一下的 有機會的話 那今天這條片呢 就差不多來到這裏了 那都希望大家去 Enjoy這個假期 這個Easter 那因為 就是復活節 都有一個重生的意義 那無論你是不是基督徒 都好 那剛剛來到 英國的香港人呢 就特別是有感覺的 那也都 有很多的活動 給你參加的 那不一定是去教會的 那所以就 都希望大家Enjoy這個假期 那這樣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都歡迎你like和share 記得subscribe 這個channel 還有按鈴鐺 加入我們的mv group 那另外呢 我們最近呢 都開了一個coffee 這個page的 那你都可以去看一下的 那如果你真是 很支持我們這個channel的話 都歡迎你去支持一下我們 那這樣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